駕出事的電單車橫躺在馬路中央 頭盔就放在電單車旁邊 事發在凌晨1點多 一架電單車原理沿門道東行 往中軍澳方向行駛 期間懷疑地上有骯髒的雜物兒陷阻 並且向右翻側 30歲的男司機手腳受傷 他通過酒精呼氣測試 送往聯合醫院治理 香港風噴電視記者胡凱文報導